小龙女死后,杨过娶了李莫愁,二人诞下一子,武功仅在张三缝之下,金庸的神雕侠侣经久不衰,时至今日依旧不断翻拍。 在电视音频上和观众们见面,神雕侠侣之所以如此火爆,除了一波多折的剧情让读者们牵肠挂肚之外,那些缠绵匪刺的爱情故事同样让我们感慨万千。 毫无疑问,杨过和小龙女之间的情感风波贯穿了整部神雕侠侣,而敢爱敢恨的李莫愁也给读者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 因为陆斩云的背叛,李莫愁性情大变之后,多落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。 为了复仇,李莫愁试图杀光不加装所有人,就连尚未成年的陆无双,成英也不放过。 不过,杀心极重的李莫愁却对杨过屡思破戒,展现了他铁血柔情的一面。 那时李莫愁为了击杀成英,故无双追到了杨过居住的贫民窟。 常言道,出生牛犊不怕虎,年仅13岁的杨过见义勇为,他从后面一把揉住了李莫愁。 原文学道,李莫愁但觉斜下忽然多了一双手臂,不知怎地,忽然全身发软。 待李莫愁向杨过震台之后,静一时心软,竟然下不了手。 李莫愁之所以不忍对杨过痛下杀手,还不是因为杨过没亲目性,这才手下留情。 多年以后,杨过更是长身欲力风堵翩翩,他和李莫愁在古墓里再次相遇,却又上演了一场连小龙女都大惑不解的动作片。 原文学道,李莫愁被杨过紧紧抱住,但觉一股男子热气从背脊传到心里,荡心动魄,不由得全身酸软,满脸通红,手臂上灯时没了力气。 李莫愁知道事实危机,生死指尖一发,然而被他抱在怀中,却是心魂俱碎,快美难言,竟然不想挣扎。 李莫愁觉到是为瞧向自己的眼光中误出奇异之色,不禁大羞,这才运进正线,拖出了杨过的怀抱。 可见,要不是小龙女投来了异样的眼神,李莫愁说不定乐在其中,命运就这样被杨过一直抱着。 可别以为李莫愁对杨过只是一厢情愿,戏读过原著的朋友会发现,杨过对李莫愁也有情不自禁的时候。 李莫愁虽然不是十六七岁的少女,但她仍是肌肤娇嫩,美目流畔,惹得无数江湖男子侧目观看,心缘一马。 就连十三岁的杨过也情不自禁地称呼李莫愁为大美人。 数年之后,李莫愁和黄药师的徒弟冯莫锋大打出手,冯莫锋用一根烧红的拐杖将李莫愁的道跑烧得稀巴烂。 眼见李莫愁狼狈不堪,杨过当即脱下衣裳,给李莫愁穿上折袖。 在绝情谷的时候,杨过看到了光秃秃的情花之干,突然触景生情想到了李莫愁。 杨过道,情之为物,有时固然极美,有时却也极丑,便如李莫愁一般,春花枣谢,尖刺却仍能致人死命。 一看的是,李莫愁最终命丧火海之中,杨过也饱长16年的相思之苦,最终和小龙女在绝情谷谷底就别重逢。 不少读者对李莫愁的香消语表示惋惜,他们甚至浮想联翩,幻想着杨过能和李莫愁擦出爱的火花。 这样的场面过去只能出现在神雕外传之中,那时李莫愁纵身跳入了火海之中,众人以为他必死无疑。 小龙女想起师门之行,叫道师姐快出来,但李莫愁挺立在熊熊大火之中,竟是绝不理会。 紧要关头,动了侧隐之心的杨过撤出玄铁重剑,他催动内力极武,凭借九九八十一斤的玄铁重剑,逼得火苗一分为二。 杨过很快就背着李莫愁逃出了火海,二人头发衣衫烧脚之外,没有其他伤势,历经此难。 李莫愁恍如隔世之下大扯大悟,他再也不执着往日的杀戮,决定在尼古安里潜心修行。 李莫愁临走之际,杨过拿了断肠草,解了李莫愁体内的情花剧毒。 十六年之后,杨过带着小龙女走下了华山,推出江湖的二人决定在古墓里度过余生。 没多久,小龙女小父高高隆起,他即将临盆,为杨过诞下爱的洁净。 可谁又能想到,一场危险正悄悄降临。 原来,小龙女自小修炼古墓派武功,在先世的告诫之下不动半点情欲。 如今小龙女违背世门规定,又强行和杨过结为夫妻,更是和玉女心惊的清心寡欲被盗而驰。 加上小龙女频频受伤,忧中了情花剧毒和冰破银针,哪还能正常生育。 果不其然,小龙女尚未生下腹肚银海,就血泊而死。 杨过抱着小龙女嚎啕大哭,整日浑浑噩噩无精打采。 一日,身处古墓的杨过不听到脚步声,他抬头一看,尽是李莫愁,多年不见,李莫愁依旧肌肤如雪,美貌如昨。 杨过一下子看得吃了,但出于礼貌,杨过当即扭过头不敢再看。 你在这里做什么?杨过问道,好歹我也是古墓派的弟子,难道你不欢迎我来吗? 李莫愁没了往日的暴力凶残,说出的话温柔婉转,让杨过听了浑身软绵绵的。 原来,被杨过从火海救出之后,李莫愁原本打算在尼古安里修行,从此与清灯古佛为伴。 不料,李莫愁每日吃斋念佛,但心里面总是对杨过念念不忘。 李莫愁知道这极为不妥,于是强行压抑情感,坚持戴霸修行。 数年过去了,李莫愁这才赫然惊觉,自己对杨过的思念不但没有减少,反而与日俱增。 李莫愁甚至自己情缘未了,于是重返古墓,这才和杨过再次相逢。 不过,此时的杨过仍沉浸在丧妻之痛中,他无暇理会李莫愁,独自回了牧室睡觉去了。 过了几日,李莫愁见杨过还是抑郁寡欢,于是买了好几台美酒回来,杨过借酒消愁,接连几日鸣鼎大醉。 一天晚上,杨过喝醉之后将李莫愁当成了小龙女,李莫愁本来就对杨过颇有好感。 欲据欢迎之下,二人终于有了夫妻之时。 次日清晨,杨过醒来发现自己和李莫愁有了亲密接触,当即长叹树生默然接受。 数日之后,杨过和李莫愁在古墓拜堂成亲,二人恩爱爱,很快就诞下一子,取名杨顶天。 杨顶天以酒银真经为根基,每日勤学苦练,杨顶天稍大之后,他在杨过的指引下服侍蛇胆山红炼剑,最终炼成了大巧不公的玄铁剑法。 到了杨顶天四十岁的那一年,他的武功到了喊逢敌手的境界,学为造诣仅次于武当派的开山鼻祖张三丰。 凭借过人的身手,杨顶天出任了明教第三十三代教主之位。 在位期间,杨顶天不仅将明教打理得井井有条,还拒绝了波斯宋教降员的命令,是要和蒙古人周旋到底。